陳建仁副總統 我們都叫他大仁哥 他大概是有史以來 最忙碌的副總統 大家分享一下 我當了副總統以後 總統分配我的很多的工作 我謝謝他給我的信任 還有給我很多的討論跟指教 未來有需要的時候 相信你還是會像現在這樣 溫暖地不容吃的來幫忙我 幫忙台灣吧 大仁哥謝謝你 台灣有你真好 第十四任副總統宣誓 副總統誓詞 於警以致誠向全國人民宣誓 一必遵守憲法 效忠國家如為誓言 願受國家嚴厲之制裁 警示宣誓人陳建仁 中華民國105年5月20日 陳建仁副總統我們都叫他大仁哥 他大概是有史以來最忙碌的副總統 沒有任何的呼吸道的症狀 也沒有發燒 那實際上可以過正常的生活 來謹慎地來做好防疫的工作 他專業認真 溫暖無私 每個人都很喜歡他 他實名必達 不怕困難 是我最重要的工作夥伴 以上呢 就是四位被提名人的簡短的介紹 四年來 執政團隊能夠跟陳建仁副總統做會拔牙 這是台灣的福氣 也是我們的福氣 我們非常感謝陳副總統 我也在這裡跟大家講 希望大家知無不言言無一盡 然後呢 把大家最寶貴的意見提供出來 我現在是說 不是 現在是變更議程這個動議 在陳副總統的身上 我們不只看到他有學者的專業 也有一個政治家人文的精神 更重要 他充滿人道關懷 是大家的對他非常利益 為西北平權往前邁進 共同努力 讓我們珍惜台灣的多元開放與民主跟自由 為了因應這一次的疫情 好幾個月前就開始跟老師 不管是在深夜或者是很多的時候 都能夠有很多聊天的一個機會 我記得有一次晚上 老師就突然打了一通視訊電話給我 那個時候老師躺在床上 那我剛好躲在棉被裡面 現在想起來那個情景 詭異起來還是非常的甜美有趣 溫暖 謙和 有時候甚至老師還會畫圖來告訴大家 所以從這個標準來看 老師絕對是台灣當代最傑出的政治家 然後我還到現在都還記得 你跟我講 當初選營的時候你不來 我們可以諒解 可是現在有一些相關困難的事物 那你再不來你就是沒有盡責 那為了您的這句話 我也到了衛生福利部 也抱著相當的一個決心 希望在你的感造跟領導之下 能夠替社會做更多的事情 然後他就跟他說 教聰 我們都有幫你祈禱 然後他就說 謝謝 謝謝 對我們要彼此代導 然後他就好高興 就精神就正門的起來 我第一次看到這個青蛙有牙齒的 讓我們一起來慶祝吧 Mead of force be with you 在守護台灣的路上 更祝福成副總統後會有期 我相信老師卸下副總統之後 那一定能夠有機會繼續奉獻所長 奉獻給最新來的台灣 那我相信您是帶著榮譽 武漢的離開 那未來在關鍵的時刻 我們一定會再見到您 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當了副總統以後 總統分配我的很多的工作 我謝謝他給我的信任 還有呢 給我很多的這個討論跟指教 未來有需要的時候 相信你還是會像現在這樣 溫暖 必不容吃的來幫忙我 幫忙台灣吧 大仁哥 謝謝你 台灣有你真好 三 二 各位親愛的同胞 我是副總統 陳建德 我是你演的 誰說這一項錄 祝福大家 祝福大家 諸事圓滿 平安喜樂 我每次都是錄影前的花絮拍得最精彩 最自然的 然後我結束了我的腳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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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